现在我们这个番茄啊 无论是下面的一岁果还是二岁果啊 都现在处于这个快速的膨大期 那么番茄在膨大的时候 如何去做绿番茄的膨果呢 一般呢 这三点是比较关键的啊 第一个呢就是膨湿温度 尤其是冬季 这大膨的温度比较低 如果你温度过低的情况下 好比说白天温度低于20度以下 或者是十几度啊 好比说现在只有十几度 那么这个温度呢 是不利于这个番茄啊 包括一些瓜果类它的膨果的 果子呢 如果长时间处于这种低温的情况下 就造成的果是比较小 所以说呢 我们要想尽一些办法呢 如何去提升膨湿温度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营养元素 矿物质营养元素 好比说淡肥和甲肥缺少 它也使不利于膨果的 但这两个一定配方是合理的啊 合理了以后它是利于膨果的 嗯 这个关于肥料配方这些话呢 以前的时候给大家讲了不少了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以前给大家 讲的一些视频 关于肥料配方方面的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要用摄像调节剂了 通过摄像调节剂的使用呢 促进这个番茄呢 它激发一些内氧激素的分泌 好比说我们用塞本龙这种细胞分裂素 这样的话 用塞本龙的话可以促进番茄果实的膨大 效果是立竿见影的 塞本龙本身它是用到这个 最早的时候是棉花唾液的 但是呢 塞本龙用到这个瓜果类膨大 效果也是非常非常明显 塞本龙呢 它是横向的膨大 我们如果去购买这种调节剂的情况下 有可能单独要塞本龙没有 有复配的 就是赤胚酸和塞本龙复配 这样的一个摄像调节剂 赤胚酸呢 是纵向的一个伸长 所以说呢 它两个搭配以后呢 既能保证纵向 也保证横向它的膨大 所以说呢 我们在取腰垫购买这种 两种调节剂的时候啊 无论是单支剂的还是 付配的 用一道番茄盆果这块呢 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